刹那间,唐三的身体变得虚幻起来,正在喷射的鲜血顿时在虚无状态下止住了。 半空中出现的小五,没有了昨日面对白鹤式那种柔美的样子,竟然散发着强烈的冷意和杀气。 他猛的一甩头,乌黑的蝎子垫缠绕上杨无敌的脖子,而此时杨无敌还处于被浩天锤击飞的状态,带着几分炫愈。 小五一只脚蹬在杨无敌的后腰上,以腰力的弹上身,脚向前一送,杨无敌的身体就飞到了空中。 小五幻影般的身姿已经追上了被甩到空中的杨无敌。 化为唐三第六魂迹的小五,施展八段摔的威力不但没有减弱,反而还有所增强。 杨无敌现在能做的,只有勉强让魂力遍布全身,护住自己的身体。 而就在下一刻,剧烈的震荡,已经将他提去的魂力全都给震散。 毕竟这位破制一族的组长,他并不擅长防御。 空的一声,杨无敌的身体重重地砸在地面上。 他闷哼一声,鼻血横流,直接被摔蒙了。 小五毫不停顿,继续施展八段摔。 此时这位破制一族的组长,就像被小五用脚护起的麻袋,不断地被砸向地面。 力气不比我小多少啊? 太太、牛高、白鹤三位组长,看到远前这一幕,不约而同地咽了一口口水。 七连摔结束之后,小五又一次跳了起来,追上半空中的杨无敌,双脚再次夹在他的脖子上。 小五,手下留情。 半空中的小五夹住杨无敌脖子的双脚松了开来,右腿下披,直接将他砸回地面。 而他自己则如同乳焰头怀一般,扑到唐三身前。 此时的场面已经完全超出了所有观战者的想象。 倒在地上的杨无敌完全昏迷,而那受到致命伤的唐三却好好的站着。 如果说杨无敌被摔到昏迷,令人震惊。 那么此时唐三身上发生的一切,就令所有人惊骇。 当唐三大鹤阻止小五完成八段摔最后一下时,他右胸处的伤口竟然已经完全愈合了。 就连皮肤下的骨骼也都渐渐隆起。 除了衣服上的破洞无法修补之外,此时唐三的伤口竟然没有一丝寒净。 小五向唐三奄然一笑,在抬手直指唐三腰间的如意百宝囊,身形一闪,这才融入唐三身上的第六魂环,消失不见。 唐三受到如此重创,怎么会这样快得愈合呢? 修复就是除了飞行技能之外,蓝银黄右腿骨隐藏的另一个技能,冲锋吹有声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